六路交通車費有加無減 計港鐵六月起價票價2.65% 今次輪到的士申請加價 市區、新界及大嶼山的士團體遞交新加價方案 除了申請落期起標加價 市區的士加2元至24元 新界的士加2.5元至21元 大嶼山的士加4元至21元 而市區的士每次跳標收費加2號 另外亦加入條款申請將停車等候跳標時間 由目前60秒縮短15秒至45秒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解釋 目前旺區比較難找的士 縮短停車等候跳標時間 可以保障司機在塞車時候的收入 相信可以吸引更多司機走入塞車地區 香港的士商會主席王寶強指 上次加價已在2013年 兩年多以來累計通脹率超過10% 的士司機生活負擔越來越重 面對薪金偏低行內請人很困難 認為加價理由充分 又指縮短停車等候跳標時間 對非塞車情況沒有影響 相信對乘客的影響不大 運輸處指 市區和新街的士新的加價申請 已得到業界確認為主流公式 至於大嶼山的士的更新方案 處方會按既定程序處理更新後的加價申請 我按TV東網 電視 心不得不得